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那些引人注目的生物制药巨头 首先是吉利德科学的首次亮相 这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在展会上展示了多款革新疗法 尤其是在HIV防治、病毒性肝炎和抗争菌领域的最新进展展台占地500平方米 展示了其在中国市场的深耕决心和服务患者的信念 而强生公司则不甘示弱推出了全球首个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I1妥单抗 这一创新不仅是技术的突破还为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一药物的上市申请也在进博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强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持续推进这一药物的临床应用 最后资生堂的中国总裁梅金利信在展会上展现了对中国市场的无比信心 强调了公司在本土创新与消费者需求上的深刻理解 他们的投资与研发计划不仅显示了对中国消费者的重视 也体现了资生堂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雄心 这些公司在进博会上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也彰显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投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11月5日 上海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上 全球生物制药巨头吉利德科学 首次以500平方米的展台亮相 主题为创造一个更健康的世界 吉利德此次展出不仅仅是一次产品展示 更是其在中国市场深耕的又一见证 展台上吉利德的最新创新疗法在 HIV防治病毒性肝炎肿瘤及抗真菌领域的最新进展 逐一亮相 彰显了其在生物制药领域的领先地位 吉利德科学的首席商务官 Johanna Mercier通过视频 向展会传达了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中国是吉利德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市场 而吉利德中国区总经理金方谦 则在现场强调通过进博会的合作 吉利德加速引入全球领先的创新药物 扩大汇集患者的范围 金方谦亲自带领观众参观吉利德的展台 详细介绍了各项亮点内容 展台分为四大区域 全面展示了自入华以来的商业运营及创新实力 在进博会的第一天 吉利德海南分公司街牌仪式隆重举行 这标志着吉利德在华发展的心理成碑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辅助 与吉利德中国管理层 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海南分公司的成立 不仅展示了吉利德在本土化发展的决心 更是其拓展中国市场的重要一步 吉利德的展台不仅限于药物展示 更是其在公众健康领域努力与成就的呈现 通过支持协会和基金会 吉利德在地方医疗领域的重大贡献 有目共睹 尤其是在提升梁山洲基层医疗诊疗能力 和艾滋病饼干的防控方面 吉利德还通过慈善捐赠 帮助林坟红丝带学校的HIV感染儿童 支持他们接受创新药物治疗 与此同时 强生公司在进博会上的表现 同样引人注目 此次展会 强生带来了其突破性肺癌药物 I1拓丹抗 Rebrevent 这款全球首个针对非小细胞肺癌 EGFR-MED基因突变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使得强生成为肺癌治疗领域的佼佼者 中国约有50%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携带 EGFR突变 I1拓丹抗的推出 无意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2023年10月 I1拓丹抗的首个上市申请 已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预计2024年1月将提交联合疗法的上市申请 9月首次申报 皮下注射剂行 强生公司在展会上强调 他们在中国的肿瘤领域已经生耕了20年 I1拓丹抗的推出 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对患者生命的尊重与承诺 想象一下 一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小李 面对沉重的诊断结果 他得知I1拓丹抗即将上市 这位他带来了一线生机 了解该药物专门针对他的EGFR突变后 小李燃起了希望 或许在未来 小李能通过这一新型疗法 找到战胜病魔的新路径 除了医药行业 化妆品巨头资生堂也在进博会中耀眼亮相 资生堂中国总裁监 CEO梅金立信 在展会上慷慨激昂地表达了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期待 他表示 中国市场不仅充满活力 更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这样的市场对资生堂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 多年来 资生堂不断在中国增加投资 推动本土创新 2022年成立的资业基金就是重要一步 资生堂计划将中国的研发中心 建设为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 以更好的专注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进博会期间 资生堂推出的 The Ginza和Drunk Elephant等品牌 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取得了良好反响 通过进博会的一出效应 实现了从展品到商品的成功转化 美金立信相信 资生堂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深度连接 这不仅仅是资生堂的故事 也是许多国际品牌 在面对中国市场时 所需具备的敏锐洞察与坚定信念 综合来看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仅是全球领先企业 展示创新药物和产品的舞台 更是国际化合作的桥梁 在这个平台上 无论是吉利德科学的生物制药创新 强生在肺癌治疗领域的突破 还是资生堂在化妆品行业的深耕细作 都展示了各大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深厚投入 和未来的无限可能 进博会已成为推动全球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通道 而这些企业的成功案例 也为未来的合作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吉利德科学在进博会上的亮相 尤其是在HIV防治 病毒性肝炎等领域的创新展示 显然是全球生物制药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特别是在HIV防治领域 吉利德无疑是革命性的 自1987年首个抗HIV药物 问世以来 全球有约3000万人因这种疾病 而失去生命 一 吉利德在此领域的坚持和创新 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 更是为了全球健康的改善 通过进博会这一平台 吉利德不仅展示了其科研实力 还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带来了福音 然而 谢琪琪认为 虽然制药公司在疾病防治方面的贡献显著 但也不应忽视其商业动机 进博会上的华丽展示 更多是为了市场扩张和品牌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这更像是一场商业秀 而非纯粹的科学交流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 市场行为无不带有逐利性质 因此 吉利德在进博会上的展出 更大程度上 是为了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增加市场份额 而非单纯的公益行为 当然 商业动机无可厚非 毕竟企业需要盈利 才能进行持续研发 但在吉利德的案例中 巨大的研发投入和全球化战略 显示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长期承诺 就如亚历山大 弗赖明发现青霉素一样 这些突破性的发现 和药物革新 为成千上万的患者 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中 吉利德的努力 不仅可以刺激国内的医药创新 还能强有力地推动本土医药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不是吗 谢奇奇承认 制药公司带来的科技革新 和对疾病控制的积极影响 但这也引发了药物价格和可及性的问题 吉利德的创新药物价格不菲 令许多患者望而却步 即便在美国 吉利德的饼干药物售价 增高达8万4千美元 引起了公众对药物定价的广泛争议 二 在中国市场 虽然公司声称要提高药物可负担性 但如何平衡市场盈利与患者利益 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 企业在宣传创新时 也应更关注药物的合理定价和可及性 无可否认 药品定价确实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然而 吉利德等公司 正在通过与政府合作 提供慈善捐赠等方式 来提升药物的可负担性 比如 他们为梁山州的基层医疗提升诊疗能力的努力 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 药品研发的高昂费用和长周期 也是价格高企的原因之一 创新的成本不可忽视 但通过不断的市场调整 和政府参与 价格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就像汽车从奢侈品到普及品的转变一样 药品也有可能走向一个更可负担的未来 谢奇奇理解这种理想上的转变 但也提醒我们 市场调节并非万能药 政府的参与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药品价格问题 但长远来看 药品价格的调整 必须依赖于更透明的定价机制 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企业在研发上投入巨大 这无疑值得肯定 但也不应以此为借口 将成本过度转嫁给患者 最终 如何在创新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 才是真正考验企业社会责任 和道德操守的关键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 在此次辩论中 针对吉利德科学 在进博会上的表现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两位辩手各自提出了有利的观点 反映了制药行业中伤业与公益的复杂关系 首先 楚天书强调了吉利德在 HIV防治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病人为其参展不仅展示了科研实力 还为全球患者带来希望 这一观点无疑指出了 制药公司在促进公共健康方面的重要角色 特别是在重大疾病的治疗上 吉利德的却在过去几十年中 对抗HIV的努力值得赞扬 其创新药物的问世 确实拯救了无数生命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然而 谢奇奇提出了另一个角度 强调了商业动机 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可忽视性 他质疑吉利德的参展 是否真的是出于公益 还是更倾向于是敞过章鱼品牌宣传 其实这一点是许多制药公司面临的共同挑战 商业与道德的边界往往模糊 谢奇奇的观点很好地反映了当前制药性业中存在的矛盾 一方面企业需要盈利以继续研发 另一方面患者的利益和药物的可及性却常常受到压制 楚天书在反驳中提到的吉利德的研发投入与全球化战略 无疑是对其商业模式的辩护 然而 谢奇奇随后提到的药物高价问题 却是现实中更为残酷的事实 即使有理念上的合作与救助 最终能否真正汇集患者仍需时间来验证 吉利德的饼干药物定价曾引发的争议 正是反映了对制药公司道德责任的质疑 最重要的是 谢奇奇提出的对于市场调节的怀疑 揭示了企业在追求创新与设汇责任之间的挣扎 他强调市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呼吁建立更透明的定价机制 这是对未来药物价格改革的深刻思考 总体而言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精彩而富有深度 两者之间的观点碰撞让我们看到了制药行业的两面性 商业动机与设汇责任并不是对立的 但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仍是企业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希望未来能出现更多关注患者福祉的创新举措 让职药型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也能肩负其更多的社会责任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倒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倒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